陈平安到了铁匠铺之后 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有点懵 宁瑶在天没亮的时候 就离开小镇了 阮秀说是到玄山那边 飞线传书 宁姑娘听说后 急匆匆就离开了铺子 陈平安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宁姑娘之前去泥平巷 是跟自己告别 陈平安背着箩筐 站在宁瑶暂住的那栋屋子檐下 抿起了嘴唇 阮秀柔声说 宁姑娘让我告诉你 他那把箭鞘 他先借用一段时间 以后会还给你的 陈平安摇头说 没关系 阮秀欲言又止 陈平安这才醒悟 这句话跟阮姑娘说 没什么意义 他挠了挠头 那我先回趟泥平巷 阮秀点点头 陈平安向前行去 阮秀突然记起一事 陈平安 我爹说你这段时间 就在铺子安心做事 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 陈平安转头笑道 谢了 清衣少女 烟然一笑 陈平安 陈平安独自走在西畔 走上石拱桥后 突然停下脚步 摘下了碑楼 坐在石桥边缘 双脚悬挂空中 装着沉重展龙台的锣筐啊 就放在身边 一双草鞋 轻轻晃荡 对于宁姑娘的离去 少年没有太多伤感 你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会走 只是有些话 来不及说了呀 不知过了多久 陈平安被桥底下一阵巨大的水花声响 给猛然惊醒 陈平安赶紧转头 罗筐已经不见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 双手一撑 任由自己摔入溪水 入水后 迅速转换水中姿势 头朝下使劲往这水底钻去 当陈平安瞪大眼睛 依稀看到一点光亮后 那一瞬间 他就失去了知觉 下一刻 陈平安发现自己 站在镜子一般的水面上 轻轻跺脚 能够踩出一圈圈涟漪 但是镜面并未坍塌 陈平安突然抬起手臂 遮住眼睛 正前方又刺眼光芒 照彻天地 等到光芒淡去 陈平安放下手臂 看到远处 有一人悬空而坐 一脚曲起 一脚下垂 如同坐在悬崖边上 姿态懒散 整个人沐浴在 洁白光辉当中 丝丝缕缕的光线 不断摇曳 陈平安如何也看不清那人的面容 跟之前在倪平相家中的那场梦 站在廊桥中央的人物 两者很相像 但是陈平安不敢确定 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个人抬头打了个哈欠 他缓缓地开口 那个叫齐静春的读书人 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 你呢 陈平安在那个人开口后 呼吸困难 咬紧牙关 很快他又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犹如 有人 勒鼓震天下 少年满脸通红 伸手使劲捂住心口 神人 勒动 抱春鼓 告知天下 春将至 鼓不响 春不来 那人随手一挥 大袖晃动 如一条银河 石拱桥上 小鸡着米的少年 恍恍惚惚惚醒来 转头望去 罗筐老老实实的 就放在自己身边呢 少年一抱脑袋 又来 陈平安使劲 给自己一耳光 疼 他慌慌张张站起身 背起锣筐就跑 陈平安一路跑回泥坪下 打开院门 发现靠近院门的地方 一根根槐枝 横七竖八地躺着 心想那丫头 是真能跑 真能扛啊 陈平安放下锣筐 然后坐在院门口 擦着汗水 一抹红色 从泥坪向一端 快步跑过来 小女孩满头大汗 看到陈平安后 咧嘴一笑 他以怀之主地 气喘吁吁 从腰间的袖带啊 捞出一把 鲜艳欲滴的翠绿槐叶 陈平安接过来之后 低头一瞧 相比那次 齐先生带他去 求累的槐叶 这些怀叶虽然也是绿色 但是夜脉已经枯黄 长久端详 也看不出 有绿色荧光 游走其中 陈平安看着 左右张望的红棉袄 笑着伸出手来 小女孩一脸茫然 陈平安没有收回手 小女孩坚持片刻后 神色懊恼的 又从袖袋里边 掏出了最后一张树叶 重重的拍在 陈平安的手心上 陈平安继续伸手 小女孩使劲的 鼓着腮帮子 转身不知从哪 又摸出一张槐叶 哭嗓着脸 交给了陈平安 陈平安忍住笑意 将那八张槐叶 合拢在一起 不过抽出了 其中的三张 递给红棉袄小女孩 柔声说 送给你的 小女孩没有接过怀疑 黑葡萄似的水润 大眼眸满是疑惑 陈平安抬手揉了揉 小丫头的脑袋 温声解释 你自己事先藏起来 跟事后我送给你 是不一样的 以后别忘了 答应别人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到 陈平安看着那张 天真无邪的 至那脸庞笑道 如果努力了 还是做不到 记得打声招呼 小女孩虽然觉得 她说的挺有道理 可是自己多没面子 于是使出了 浑身解数 皱着小脸 气鼓鼓地说 你怎么跟学术 齐先生这么像啊 我要不喜欢你了 陈平安哭笑不得 我帮你把怀枝 搬到你家去 我力气大 跑一趟就够了 泪惨了的红棉袄 小姑娘 顿时眼睛一亮 笑得双眼眯成了月牙 那我可以多喜欢你一会儿 就不满 και 我都可以多 Rép� 想丝 人精 有红棉袋 想丝